關注香港 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 台灣的民間團體 學界 以及在台港人舉辦論壇 聲援香港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吳建民指出 港版國安法是中共集權 為所欲為的遮羞部 意圖阻止民主力量 進入中國 他一定要在香港 設立一套 他為所欲為的政治壓迫制度 從他的政治理性 政治理性 政權的存續 讓香港不要再是 國際民主力量的 進入中國的一個破口 積極的作為會轉為地下 可能很需要外界的援助 但是顯然中國打算的 其實就是把外界可能的援助 全部斬斷 那這個對香港整個 無論是政治 經濟 社會 是一個很極端的打擊 學者吳建民指出 港版國安法 如同在香港 跟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之間 蓋下柏林圍牆 台灣必須非常注意 可是一旦等到柏林圍牆 如果真的蓋好之後 這個壓迫體制 就很強 整個香港就完全對中共控制 那如果西方的訊號 力量不夠明確 那他可能就開始繼續過關 那這是我們非常需要 極度極度關切的注意 然後會攸關我們台灣未來的 然後自由民主開放的命令 陳瑶華則表示 台灣越加強和世界民主陣營的聯繫 越有對抗中共的力量 台灣其實很需要有更多的超前部署 從民主人權的價值的這樣的一個觀點 那我想我們的公民社會 我們的政府單位 我覺得應該要積極站出來 台灣民主的跟人權的一個鞏固 然後一個落實 會是本身其實就是對中國一個很大的對比 去凸顯極權的荒謬 極權的一種對於人的價值的一種蔑視 那我覺得台灣可以很強地去展示這件事 立委林昌作提到 在總統蔡英文宣布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後 台灣對港人道救援有了窗口 未來台灣會是亞太人權議題 以及救援關鍵角色 這是台灣強化在亞太地區地位的機會 應該思考讓國際的力量凝聚在台灣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徽萌 黃燕玲 台灣台北報導 這期節目之後 我們會… 廣告 谢谢大家